1987年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进行 在女子单打项目进入半决赛时出现了三英占吕布的局面 中国三名选手何志利、管建华和戴莉莉挑战韩国选手梁英子 为确保金牌,教练组决定由当时势头阵望的肖球手管建华来镇金牌 要求何志利在半决赛中让管建华胜出 当时何志利未表示任何异议 然而比赛最终确实何志利以3比0赢了毫无准备的管建华 这样的结果震惊了整个教练组 在第39届时拼赛的女单决赛上 闯入决赛的何志利以3比0立刻韩国头号选手梁英子为中国队保住了金牌 1988年汉城奥运会 乒乓球成为奥运项目 中国女队的何志利、戴莉莉、焦志敏、陈静和李贵芬 五人实力不相上下 但最终只有三人可以入围奥运会 教练组经过反复斟酌定下了后三人参赛的阵容 并将何志利作为沉静的替补 然而在国家队出征奥运的阵容公布之后 一名上海的乒乓民宿 也就是何志利的启蒙教练 在报纸上公开表示了对选拔制度的不满 以及对何志利的声援 而让球事件也在此时曝光 引来极大争议 惊动了国家体委 一时间 乒乓球女队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女队主教练张谢霖更是成了众食之地 但张谢霖顶住压力 坚持云方案不动摇 在奥运会上 陈静克服重压 勇夺女单冠军 而男队的陈龙灿 则伟秦光组合 也获得了男双冠军 这样的战绩最终平息了 让球事件引发的轩然大波 汉陈奥运会结束后 25岁的何志利自动离开了国家队 远赴日本嫁给日本人小山英芝 改称小山智利 一度销身匿迹 直到1994年广岛亚运会 小山智利代表日本队出战 连续击败了陈静 乔红 还有邓亚平 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震惊体谈 一时间 小山智利成为了各大媒体 争相报道评论的人物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